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 柯南原版251集 海外插分版270集的案件 OK牧场的悲剧 这一集的剧情其实没有什么新意 唯一的亮点就是出了一个 市井秀音画风的帅哥 这天,毛利带着小兰和柯南 来到了郊外兜风 看着窗外开阔自然的风景 此生一家也心旷神意 但小兰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说毛利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租车 带他们来这里看风景 对此毛利表示 这当然是因为走路 不信实啊 哎呀,你就别问了 就在这时 柯南发现毛利刚刚好像开过头了 这让大叔穿一下杀了车 原来毛利此行是有目的地的 但是因为路比较复杂 所以他迷路了 眼看毛利的目的地 就要成功错过毛利了 这时一个大货车 从后面开了过来 急速喇叭声 示意毛利大叔给他让路 货车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帅哥 只见他用帅脸 跟毛利打了个招呼后 就开上前去了 这让毛利大惊失色 打了招呼还想跑 就是你了 原来帅哥的货车上 写着的OK牧场 就是毛利此行要去的地方 本来还愁找不着路呢 没想到就遇到了牧场的车 看来这伙是非接不可 于是死人一家尾随着就过来了 这故事告诉我们 广告打在车上 确实有助于宣传 很快 毛利一家到达了牧场 大叔向指引他前来的小司机 表示谢意 原来这位司机小哥 就是这家OK牧场的员工 阿帅 刚刚忙着赶路都没注意 这伙众人才发现 阿帅这脸 帅得平平无奇 感受一下轻野画风下的路人脸 为什么我说这个帅哥 有点像赤锦秀衣呢 首先答案是因为帅 其次就是他这个发型 很适合脑补赤锦秀衣 短发的样子 毕竟那时候 谁知道这么高冷的人 帽子下竟然是个寸头 毛利迅速登记了姓名 原来自我一个独马达人 他偶尔也想过过骑马的瘾 所以就相中了这个牧场 可惜有的人不太受欢迎 出去 一旁的会客室里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 原来是一个大富翩翩的社长被赶了出去 社长是经营不动产的 这波他订上了OK牧场的这块地 社长很有先见之明 看到三个来度不明的客人一脸杀气 他放下了洽谈 选择当场告辞 社长前脚一走 那位赶走他的大叔就过来了 他便是牧场的主人 大男叔 大男叔虽然对社长很凶 但接待客人还是非常热情 看到来访者里有一个不好惹的 他拿起了一块巧克力就地贿赂 小弟弟想吃吗 再不吃就过期了 看着这块黑巧克力 柯南委婉的拒绝了 说他一般不吃证据 于是大男叔只好转了两下巧克力 然后放进了自己兜里 牛逼牛逼 这时门外来了一个美女 她便是负责导览的牧场员工 小美 话说这集大家延迟都挺高 可惜大叔今天只对马感兴趣 小美带众人前去参观马厩 毛利一也就认出了她的老鼠马 利普夫人 这是大叔为数不多的赌赢过的马 这让他忍不住郑重致敬 这让马也忍不住黯然身伤 早知道就不让你赢了 毛利一看出来了 说利普夫人好像精神不太好 小美解释道 这是因为利普夫人肚子里的孩子死掉了 而且她再也不能生小马了 这让大叔信生怜悯 走出马厩后 小美表示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繁殖马厩 里面有一些小马 所以这个牧场还是充满希望的 这时准备去看小马的众人 被一辆绝成而来的宝马吸引了注意 风流的走位和高调的喷气 和朴实的牧场大相径庭 来人正是牧场的老鼠人阿白 看着他风骚的粉衬衫和精致的小围巾 只能想到这是一位装提示 装提示阿白是大男叔的老伙伴了 因为他装了一首好提子 所以大男叔还没创业时 就跟他搞在了一起 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男叔终于有了自己的牧场 而阿白也从一个装提示 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装提示 今天他就是来给丽谱夫人装提的 小兰十分好奇 说这是啥意思 幸好多年的输钱经验 让毛利积累了还算丰富的马类知识 大叔表示 你没见过吗 一个平平无奇的提子 因为装上了人工制作的道具 突然就变得特别耐用 没错 我说的就是马 人类使用的马蹄 运动量都比较大 马蹄磨损率很高 所以就要给马蹄装上马蹄铁 而马蹄如果长长了 就必须进行修剪 所以马蹄铁就得定时拆掉重案 看来确实是个技术活 而负责装马蹄铁的装提示 不仅要给马蹄修剪 还要配合马蹄的形状 对马蹄铁进行调整 众人一边讨论 一边看着阿白装提 只见他的动作有条不韦 纤细的操纵里透露着专业 不得不说 人穿精致了 打铁都有一种优雅的感觉 接着 小美便带众人去体验骑马 小兰柯南玩得很开心 这让毛利也很得意 觉得此行应该能让二人理解到 他对毒马蹄的一片苦心 就在这时 一旁的马蹄利铁夫人 突然出来了嘶叫声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就已经跑了出去 很快 众人在牧场门口 追上了利铁夫人 只见此时的利铁夫人 焦躁不完 特别激动 还不停地瞪着蹄子 这引起了柯南的注意 是血 柯南有不祥的预感 于是赶紧向利铁夫人 刚刚带的马就跑去 然而老柯赶到时 世界上已经少了一个 出色的装提示 只见阿白 这个脑门冒险地倒下来这里 尴尬的姿势 诉说着断气前的憋屈 毛利就地厌尸 说没错 确实是一句死尸 再看看这利落的血迹 大叔瞬间有了结论 便当场排除了利铁夫人 他是被利铁夫人踢死的 毛利让众人先报警 同时把犯罪嫌疑码控制一下 男人就是无情 前一秒还在致敬人家 这伙只是踢死了个人 就瞬间翻脸不认 这时 柯南在地上捡到了一块黑黑的东西 定情一看 他发现是巧克力 与此同时 利铁夫夫人被关了进来 只见利铁夫夫人 动作还算配合 态度也还不错 就是这个厚卷子 时不时就撂起 这引起了柯南的注意 于是老柯 蹲在马屁股下 就研究了起来 话说这可是一只 疑似刚刚踢死人的马 蹄子上还留着上一个人的血迹 你就不怕他再来一下 只见利铁夫夫人 似乎也感觉到了死神的凝视 于是他试探者撂起了卷子 看起来越越欲视 可惜柯南没有被踢死 反而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只见利铁夫人的新马蹄铁上 铁钉打得乱七八糟 形状也不太合脚 这让柯南深刻意识到 装提确实是有门槛的 可是不对啊 阿白明明是个专业的装提师啊 看他开的那车 就知道他的技术 已经炉火成形 一技绝尘 柯南心说 难道这个马蹄铁 不是阿白盯上去的 难道是利铁夫人自己穿的 这时小兰突然出现 及时拉走了柯南 果然柯南一走 利铁夫夫人就撂起了卷子 显得很不淡定 某里表示 要不给他喝点茶 咬咬惊 小美断然拒绝了 说茶这个东西 对人来说不要紧 但对马而言 却是一种兴奋劲 玛丽大叔你怎么肥子 刚刚还是马泪知识科普转的 一发现人家踢死了人 就这么随便对待了 一句无形之语 却让柯南中了霹雳 等等 茶是兴奋劲 那 老柯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当地骗警带着一个老医生 姗姗赶到 老医生同意众人的说法 说这个死者 确实是死于马蹄铁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被踢死的 看来干哪夯都有风险啊 然而此时 毛利却不同意了 他表示还是检查一下 伤口和马蹄铁的 吻合程度比较稳妥 这让老医生和骗警都震惊了 在这个乡下 还没人敢叫他们做事 因为这里根本就没什么人 警察小哥仔细打量了一下毛利 确定了毛利是一个外地人 这位先生为何无故插嘴 因为我习惯了 其实我是一位侦探 叫毛利小五郎 听到大叔的名号 警察小哥 惊呼自己 有眼不识泰山 可是眼下的案件 这是一起意外 所以他觉得 应该用不着大侦探了 眼下唯一的问题 就是对嫌疑马 利普夫人的处理 毛利十分担忧 幸好老医生 医者人心 枪杀吧 这让小美崩溃了 她大呼 阿白那种人 早晚都会死的 为什么要赔上 利普夫人的命 这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原来 昨天阿帅和小美 去镇上采购时 竟然看到 他们牧场的好朋友 装提示阿白 正在和牧场的收买者 不动产社长 偷偷会面 且相谈圣欢 并着眼见为虚 二听为耻的道理 小美和阿帅 还去偷偷听了下 二人的绘画 结果这一听才知道 阿白为了让牧场经营困难 从而能低价卖出 她竟然在 马匹的繁殖上动手脚 而利普夫人 就是受害者之一 大家都在爱护小马 但阿白的眼里 只有宝马 我不能原谅他 而这件事 连阿白的老朋友 兼老恩人 大男叔也不知道 毛利不禁感叹 连利普夫人 也被卷入了 人类丑陋的纷争 让他在独马场 这种单纯的纷争中 发光发热不好吗 还是柯南理性 他劝大家清醒点 马又不会报复 会报复的只有人啊 这让毛利十分火大 只无可难破坏气氛 吓到老柯 窜到了一旁 然后趁机 搂住了阿帅的帅腿 没想到柯南野心勃勃 不仅要搂 还要上手摸 摸着摸着 柯南就发现 阿帅的大腿根是湿的 对此阿帅解释 他是在打扫马房的时候 不小心弄湿的 不好意思 没湿到你吧 很快 骗警小哥宣布以意外截案 柯南里的警察 不管什么地点 什么警线 结案方式都意外的单纯 老柯提醒警察小哥 凶器你们不带走了吗 就是那个马踢踢啊 没办法 人家手上只有一个医生 又没有见识观 能把尸体带走就不错了 幸好大男叔伸出了援手 说他来拆吧 你们别看我这样 以前没钱的时候 我都是自己装提的 幸好我和马门都撑了过去 一阵古岛后 大男叔终于扣下了马蹄子 而不是 马蹄铁 这让众人有了个意外的发现 只见马蹄铁的里面 竟然也都沾到了血 这就奇怪了 就算马蹄子再有力气 也不可能让阿白的血 渗进马蹄铁里 这让大叔 产生了一个合理的推则 那就是 马蹄铁在装提前就已经沾到了血 可惜大男叔一句话 就驳回了这个推测 大叔待会要是被扎了 就是你的果 他说这个血 应该是丽谱夫人的血 因为丽谱夫人的血管 被钉子打了一遍 就在这时 扑斥 哎 那是给毛蹄一个说话的机会 他还没表现出被大男叔说服呢 其实 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众人一脸懵逼 又是可能掏出了那块巧克力 原来 就跟茶水对马蹄的影响一样 巧克力对马蹄来说也是兴奋剂 丽谱夫人案发后一直焦躁不安 就是因为有人给他喂了巧克力 而说到巧克力 柯南问道 大男先生 你是让那块本来要给柯南的巧克力 现在去哪里了 大男叔说不出口 选择不说 但柯南表示 只要对丽谱夫人咽尿 就能知道他吃了巧克力 再对那块巧克力碎片咽指纹 就能知道是大男叔喂的 听吧 大男叔表示不用麻烦了 巧克力就是我喂的 这是多怪老柯 你一开始吃下去不就没事了 小美痛哭流泥 说你怎么能给马尔喂巧克力杀人呢 你应该用别的方法杀 大男叔没再说话 然而柯南又表示 凶手倒不是大男叔 而是那个给丽谱夫人 装上马蹄铁的人 没错 丽谱夫人的马蹄铁 不是被害者装的 我想是凶手 信用马蹄铁 砸死了被害者 然后再慌忙装上去的 从而造成了 丽谱夫人 踢死了被害者的假象 老医生 医者人心 当即提出了一个可能 凶手应该是社长 是他们窝里斗 但柯南表示很可惜 这集并没有社长的事 亏你还记得他 骑士凶手 就是阿帅先生 你身上的水渍 就是冲掉血气时留下的吧 夸张 阿帅跪下了 虽然没有证据 但从作案时间和画风来看 只能是他 原来阿帅对阿白的行为 实在气不过 就趁大家遛马时 跑去问了阿白 他和社长的勾当 结果阿白却突然掏出了刀子 说要灭口 还说可以嫁祸给马 于是二人就扭倒了起来 结果阿白不惊有 就磕到了地上的马蹄铁 当然这一段 是阿帅自己的成熟 然后阿帅就用了阿白说的手法 把锅推给了马 只是没想到 这个手法还蛮考验技术 而大南叔早就知道了 阿帅是凶手 因为他一眼就看出了 这个马蹄铁缺乏技术 而在这个牧场里 有时间 有颜值 却没技术的 还能是谁呢 所以为了袒护阿帅 大南叔就给利普夫人 喂了巧克力 让众人进一步相信 是利普夫人 踢死了阿白 阿帅很自责 说他也知道把锅推给马 是一种卑劣的行为 是啊是啊 利普夫人真够倒霉 又是被菜鸟穿梭马蹄 打破血管 又是被喂兴奋剂 完事还背上了杀人的污名 被医生推荐去吃枪子 这就说阿帅了 再见